繼續來關心日本跟韓國 因為中國武漢企業疫情也不收拾 我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選擇 說要提倡韓國流行警戒到一劑要注意 日本現在暫時也是預期在一劑 不過現在人數可能越來越多 外國保護中當時就說很有可能會再生劑 民眾因為這樣 現在比較沒有出國去流行 我們臺灣的流行企業多減也因為疫情影響到 藥家就要想像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就越興奮 解釋社團國民流行方案 行政台部份都是在給我 比較不要在宿舍 另外吃飯的部份 也把道菜改作是特餐 兩個人就能出團 比喻大家一起去圍著 韓國出現頭一個武漢危險希望的平衡 臺灣疫情指揮中心也選擇 將韓國流行警示提高到一劑注意 南韓這兩天 病例速快速的增加 應該有一個提醒民眾到韓國旅遊時候 應該予注意 臺灣民眾要尊守當地 以後的出事 那如果日本是會的苦惡 又再來生劑 來到二劑的注意 日本的疫情這樣一波一波看下來 確實令人擔心 那我想 我昨天是說考慮中 那我想現在講說升級是很有可能的 日本韓國疫情新聞 民眾出國的議員大大來檢查 國內路由的市場一樣受到疫情的影響 日禮拜年假突出來了 就有流行者改變做法來撒出比較社團的國內路由 住房的部分來講 我們也都會搭配就是現在防疫政策比較良善的一個飯店 這一週其實我們的訂單成長已經有15% 在了比較合格 消毒工業 做了比較好的飯店來合作 行程也都安排在一些比較通風的經典 將道菜改造是特餐 而且兩人就能成團了 相關逐風感染的方向 觀眾的飯店也只能出現優待 和畢老在接來生定 花蓮理想台地 家裡無價錢 不用4千塊 另外 困境等款可以免費生劑 合法海景的特邦 如果想要去離島 配合5千元的飯店 也只要3599塊 但是民眾也是要再考慮 可是也是要看就是下塔飯店 或是周邊消毒有沒有做好法 在家沒有 怎麼說 因為就擔心啊 會心動 可是因為我們還有小孩 在家來撒丘胎 刺激賣去 但未婦政府的所有睡覺 要先來自救 就希望可以免費消費者的信心 記者 總學報的